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玩電動能 我是倩倩 今天又到了我們認真對決 是一列了 有看到我身後這台車嗎 就是最近討論度最高的 YAMAHA E-MF 它的外型真是帥爆了 為了介紹這台特別的車 倩倩特別邀請到了一位特別嘉賓 來到我們現場 歡迎我們玩電最帥的 Replay HELLO 大家好 長這麼帥 坐這麼後面幹嘛 還不給大家趕快看一下 那瑞瑞你自我介紹一下你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人稱玩電最帥的學妹殺手 幫我把字披在這邊 不要再冷笑了 趕快進入正題 我們的EMF 到底有哪些厲害的地方 看下去 那說到EMF 它的外型啊 真的是超級特別的耶 身為EC05車主的瑞瑞 你覺得EMF的外型怎麼樣 外型嗎 非常的好看啊 你看它 有靈有角 它還有這麼好看的線條 它就是以往跳脫 所有PPGN車款 這麼圓潤的造型 你看它另外的設計 它的儀表板 它的所有的車身 還有這個裸洛斯的把手 多麼的好看 多麼的俐落啊 感覺真的很像科技電影裡面會出現的車款耶 真是帥爆了 你們覺得EMF的外型好看嗎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燈具的部分 EMF跟其他款主流的電動車 燈具的部分都是採用LED的設計 那EMF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大燈 是採用裸洛斯的魚眼大燈 不管是它的頭燈還是尾燈 都是採用上下排列的方式呈現 可以說是簡潔俐落 那我們來介紹卡鉗跟輪胎的部分 那EMF前面卡鉗是採用輻射對峙的卡鉗 那以小輪胎來說 它的自動性已經是相當的足夠了 欸 瑞瑞 可是我看到很多人在問說 為什麼EMF是用小的輪胎啊 而不是用更大的輪胎尺寸 EMF它所強到的部分 就是它輕巧 靈活 在穿梭在都市的那種靈活操縱感 那EMF最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的後輪是採用130 7010的規格 它的輪胎比較寬 在以傾腳的部分 又會有比較大的優勢 在騎乘感受 支撐性以及舒適性 都會來的相當的不錯 我的partner呢 算了啦 他一定要去把妹 不要管他 我們接著去介紹我們EMF 最特別的龍骨設計 它不是真的龍骨 只是造型像而已 它其實是一個置物空間 可以收納一些小東西啊 或者是飲料 可是欠欠有個很大的困擾耶 像我這樣的強腿美女 就會卡到啊 那怎麼辦呢 不用還囉 YAMAHA都幫你想好了 只要另外選配它的平整四蓋 你的腳踏空間一樣可以大提升 再來介紹的就是我們車廂座椅的部分 因為EMF主打的就是靈活性嘛 它的車廂座椅呢 也就是短小精幹的感覺 你有發現一件事嗎 它飛眩踏板不見了 缺帶則是你的腳踏空間 可以延伸到這裡來哦 這樣你就知道什麼意思了吧 它就是單身狗限定的車款 只能單人騎乘 再來介紹的就是我們車廂的部分 它也一樣是使用兩顆Gogoro的電池 但你也有發現 EMF相較其他車款 置物空間真的是小到爆 可是 EMF本來就是主打玩樂性質的啊 置物空間什麼的 根本不重要好不好 帥就好了 那關於實際騎乘體驗上 EMF的加速力道真的是十分的兇猛 可是Gogoro S2還有EC05也不遑多讓 它們兩個的最大功率都是7.6千瓦 竟然騎乘敵手 說再多都沒好啦 千千直接實測給大家看 這三台車的加速力差距到底有多大 那我們的實測結果就出來啦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EMF 相較其他兩個車款 加速度來的十分的快 有猛爆性的提升 因為我們EMF就是主打輕盈 而且它的動力也是心跳叫過的 這樣的加速度表現 千千是覺得十分的優異 還不只這樣喔 我們EMF它的出彎叫過 加速十分的流暢有力 靈活度也是藍博1的厲害喔 真的是不愧對它 電能戰鬥機的稱號啊 那對於這次實際使用起來呢 EMF搭載的是對視輻射卡鉗 千千是覺得自動力十分的夠用了 而且還有一點更令我驚豔 就是它本次的CBS大大的進步 相較於以往啊 兩邊煞車會有一種打架的感覺 這次操控表現十分的優異 那我們今天的認真對決就到這邊結束啦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一些細部的部分 千千就不一一介紹了 雖然說EMF沒有ABS煞車系統 有一點小可惜 不過它的靈活性還有加速度 都是一等一的在 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 又或者是你對這台車 還有其他看法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告訴我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